好,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期李丁聊天室,上周我们和异动科技的创始人CEO陶石正聊了聊他怎么做传播领域中的特斯拉和他创业的经历,错过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找回上一期的播客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同时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做老板,做自己的音乐教育事业的罗燕景,你好,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大家好,我是罗燕景,我现在是在做一个音乐的一个培训中心,然后大概三年多以前开始经营在香港这一边,然后刚开始的话我们是Franchise一个音乐方面的幼儿playgroup,就主要是六个月到三岁半之间的小朋友,他们玩一些音乐的游戏,然后说是 就是帮我开发学一点简单的音乐的知识这样子,然后慢慢的话我们就开始,大概 一年多以前吧,就是开始,当然同时就开始收一些个别乐器的学生啊,钢琴啊,小笔琴啊,这些,就一直都是有在招生的 然后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做一些其他的program,比如说最开始做的就是跳舞,然后因为自己有认识一些 舞蹈老师,然后我们这边刚好,因为playgroup的场地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一个房间,大概有可能有六七十平吧,然后有一面长的,那是个长条形的,然后长条形那边是一个那种全身的舞蹈镜,然后所以的话同时开展了一个跳舞的, 芭蕾啊,瑜伽啊,还有kpop,然后后来就是自己有在经营卖那些乐器,主要就是小笔琴和竖琴,然后有时候也卖一些二手钢琴,然后前可能一年多以前,现在没有再做了,就那段时间我做了一年的partie room, 就是接一个种,就是小朋友可能办生日party啊,然后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喜欢一些比较可爱一点的环境,很多这种玩具,然后就办这种party,然后最近一年正在做的是有几个项目,一个是brain training,就是大脑的训练,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sand code,就是啊,机器人相关的,然后最后一个是啊,音乐欣赏的一个课程啊,是和一个啊,因这边应专的一个校长合作的,对,大概就是这样,你刚才提到是说这个这个目标的这个客户群体是六个月到三岁的这个小孩,想想想做他们这种大脑的培训啊,然后音乐开发这样子的,那做这种小孩的音乐培训和跟那种青少年的培训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只是playgroup是这个,就是那个音乐playgroup是六个月到三岁半,其他的话都是什么年龄都有,乐器就是什么年龄都有,然后然后跳舞也是有有就是不同年龄的班,然后也有成人班,然后其他的课的话就比较flexible一点,就是看那个group是什么样的群体,就是主要可能大概是 嗯,幼儿到小学这个阶段的学生,先多一点点。 OK,了解,那那我据我的了解之前你的背景是也是做理工课方面的这个这个学习的,你是怎么想到要开始做这个音乐培训这方面的这个事情呢? 嗯,嗯,其实应该说一直都很喜欢音乐吧,然后,嗯,这也是一直就是想做的事情,然后用以前学习,嗯,不论是高中还大学给我的评价就是,你的梦想不就是做一个少年工吗?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挺恰当的,但是我虽然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就像去迪士尼这么开心的一个少年工吧,然后一直以来都很想做就是音乐和教育相关的一个东西,然后,嗯,也说也算是在这条路上不断的在探索吧,其实本来并没有说计划在,嗯,读音乐硕士之前就开这个 center 就是一直有读这个硕士的计划,但是没有说,没有想在这个之前已经把这个 center 弄出来,其实其实挺累,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我们晚一点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这个这套配,嗯,只是说我一直就是想在音乐方面可能再进修,然后再弄一个自己的音乐中心,这也算是一个计划内的事情,然后,啊,为什么开这种不同的班也是,第一是有时候可能认识一点人,然后 啊,想做一些 partner 一起做一些 program,然后另外一个也考虑到就是,这毕竟是一门 business,有时候也要 cross selling,要,嗯,就是在生意上的东西,啊,所以也会不断的去经营不同的 program,去做一个不同的尝试,然后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啊,互帮互助的一个效果。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要找 partner,然后有各种各样的 program,那你现在这个这个音乐培训的大概规模有多大,有多少这个这个教师或者说这个这个搭档呢? 嗯,啊,大概的话,啊,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音乐那个小朋友的 playgroup 是停了,但是之前可能说去年的时候,小朋友那个,啊,就三岁以前那个 playgroup 是大概有三十个人,就每班可能不同人数,这样有几班。 然后乐器的话大概是,啊,六七十人,但是不同的老师,就是,老师一般都是,啊,就 freelancing 的,就是可能在这边教一下,然后又去其他地方教,然后有,我有一个是副探的老师,他是教钢琴和 playgroup 的,然后也帮我做一些,啊,命的一些工作,这样。 然后跳舞的话,大概有十个班,然后,嗯,可能五十个人,然后,嗯,可能五十个人,然后,其他的所有的课可能加起来,嗯,我觉得 total 的顾客可能有两百个左右吧,然后老师的话也,嗯, full time 就 一个,但是其他可能,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 freelancing 的话可能也有三四十个吧。 了解了,嗯,对,那你现在是大概就是两百个顾客的话,可以足够你的这个这个资负盈亏了吗?因为你也提到说你要自己租一个场地,然后有个六七十平的香港,应该也是寸赌寸金的也很贵,然后同时你也要给给这一个 full time 的这个这个老师,同时还有很多 freelancer,他们每交一次课,你也要给他们这个这个给给他们这个抽成的话,你这样子的话还能够能够资负盈亏吗?现在。 嗯,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嗯,我们这边是一千三百尺,就是一百三十平左右,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就一半的空间是一个大的房间,然后剩下的是一些小的房间,就钢琴啊,就锦啊,各种大鱼琴啊,什么的,缺缺的房间。 然后,嗯,租金的话大概是三万港币,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像你说到的固定成本,就是一个租金加一个,啊,富炭的那个薪水,然后,嗯,其他的freelancing的老师是分成的,所以他可以算是一个,不是一个fix cost。 然后,嗯,我是一,2017年开始做的嘛,就其实去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始实现盈利了,但是下半年因为就是各种社会上的东西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幼儿的那边,那边其实影响还蛮大的,就其实成人,嗯,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大家就是都有办法来上课嘛,但小朋友的话还是,嗯,挺有影响的, 然后,所以相当于是去年就赢亏平衡了嘛,就是可能上半年赚了一点,下半年又退回去一点点,这样子,然后今年的话,嗯,可能就刚好反过来,因为上半年疫情是最高峰的时候,嗯,其实幼儿配过一直都没有开,因为一波物理品一波又起,所以就有点波折,但是也是因为他所有我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开不同的program,就是现在成人的东西做了,然后,上半年可能, 可能稍微亏了一点点吧,然后,嗯,这边的,嗯,房租也加了一点点,就因为疫情,所以也给了一些,嗯,帮助这样子,然后,嗯,嗯,应该是从,我想一下,大概,嗯,五月,四五月开始,嗯,然后就比较正常的,稍有盈利这种状态,然后把,可能前几个月的补一补啊,然后慢慢的,嗯,慢慢的,嗯,慢慢的,嗯,慢慢的开始,嗯,慢慢的开始,嗯,然后就比较正常的,稍有盈利这种状态,然后把,可能前几个月的补一补啊,然后慢慢的,嗯,慢慢的,嗯,慢慢的开始,嗯, 上轨道吧,就我会expect,现在应该,开始应该不会进入一个,亏钱的状态了,对,因为,因为其实,嗯,教育行业还是,特别是这种乐器,还是,一个, 长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批乐器的学生,其实像一个开始靠一样,他不断的会,在这边学,就会,挺稳定的,除非他突然间说,哦,我想学了,这样,嗯,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对于小朋友,出现的比较少吧,然后,所以,啊,还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吧,OK,那,那挺好的,就是,等于是疫情,可能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影响, 随着这个,这个控制的越来越好啊,可能之后疫苗也出来了之后,可能这个,这个会越来越稳定,那你在17年刚开始做的时候,一开始你要投资大概多少呢,就是,还是说,呃,你有几个合伙人一起,一起进入这个,这个市场的呢,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就是,包括那些program也是,就是,以合作的方式,其实本地上这边也是我自己在做,然后,可能那边可能负责提供一些老师啊,或者是,啊, 看不同的合作方式嘛,有一些他自己也不得教声,然后,嗯,这样,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嗯,其实最贵的是乐器,因为,嗯,就是,非常大的一笔,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有,四台钢琴,然后,我自己比较跳,买得比较好的,然后,有两台竖琴,然后,两台竖琴, 加起来已经,将近二十万了,然后,还有,大提琴,小提琴,可能加起来有,那么十几台吧,然后,就是,这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费用,就是,啊,能,就是,和, 开其他中心相比,啊,就开音乐中心的缺点,就是,这一笔费用你是一定要去付出的,就是,它可以用很久,但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一笔费用的支出,然后,嗯, 其他比较大的cost 的话,就是,嗯,刚开始,我不是做很多这种 franchise 的音乐 playgroup 嘛,然后,嗯,刚开始,广告费用可能也花了不少,因为,毕竟你新开一个中心,然后,嗯,嗯,要提高自己的生命度,然后,我自己也住在自己附近,所以,有一些也是我的朋友啊,可能也拉上自己的朋友啊,之类的,然后过来,对,对,对,就是有这种,但是,刚开始, 毕竟还是,嗯,你是一个新的东西,你要大家接受,肯定还是要,就是,对,打钱,打钱,买广告,对吧,就是这个,就跟我现在这个播客一样,不温不火了,就是因为没有杂钱,就是口口相传,就很慢嘛,对,对,对,这个我非常可以理解,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也不能任何让他太慢嘛,因为,嗯,毕竟你要快点上轨道,所以就能杂钱,对,对,嗯, 可能我想到一个问题,对,你刚才说这个play group,什么是play group,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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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我不太理解,嗯,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幼儿园的,的学前版,就是上幼儿园之前,嗯,就是上kindergarten之前,然后可能家长们想让他们有一些接触,嗯,社会的一些游戏,一些活动, 然后就会帮他们报一些,比如说,啊,其实不只是音乐啦,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比如说,啊,学一些,嗯, 一些数学啊,也好呀,就是,语言的也好呀,之类的,就不同focus的一些,可能两个老师带着五六个小朋友,然后一起做一些游戏,然后有一些也是亲自班,就是,可能再小一点的话,就亲自就是, 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啊,做一点游戏,然后音乐回顾的重点是在于说,我们会把一些,嗯, 嗯,跳鸡乐融入到,嗯,这个平时的课堂中,因为小朋友,毕竟他,就是,可能弹钢琴肯定还不行嘛,小鸡肉还没有发达,但是大鸡肉可以嘛,所以他们可以, 玩一些古巴,嗯,跳一些,铃铛呀,然后,嗯,木琴啊,这些拿的东西,他们都可以hold得住,然后就可以,嗯,学一些节奏,然后跟着音乐做一些动作,这样子,就大概是这种形式,可以唱一下歌呀,这种,那你们这一节课大概是多久呢,就是这个play group一次, 节课都是一小时,嗯,OK,因为我开始听你这个描述,让我想到了,嗯,就是daycare在北美这边,比如说如果我们同事他们有双职工家庭, 然后他们小孩比如说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的话,他们就会一早上八九点钟七八点钟把他放到daycare去,然后下午四五点钟下班了,就是从daycare接接回来,然后daycare里面也不是 就是以学知识为主要目的吗,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就是孤队玩的,因为他们毕竟也才两三岁一岁多,也没有办法去去学数学或者是学艺术器,更多的像你这个描述是一个play group去玩玩打击乐呀,去跟着老师走一走啊,就是各处去社交能力这种锻炼啊什么的,所以我刚才听我我有一瞬间,我以为是是在做daycare,然后对比那个可能时间上会短一点点,因为daycare的话,他有不同的,嗯,就是 就是他是一个学校,就是我在这音乐中心,他也是一个,嗯,教育中心,就是他的那个,嗯,license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学校的话是比较难拿得到那个,那个许可的,然后,嗯,这个的话其实还是注重于,嗯,音乐上面的一些培养,还有,就也是说是啊,就是通过这些音乐的刺激啊,可以让他们就是大老发育的更好啊, 之类的,然后这边为什么要fanchise这个branding,就是因为他拿那个维也纳音乐考试局的一个认证,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啊,你在这边上网了一个,开过了之后,你是可以拿到一个证书的,就你接受了这样一个学,就那边许可的一个学前教育,然后也算是一个啊,比较官方一点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培训的课程,这样啊,这个这个证明可以干嘛呢? 这个证明也没有能干嘛,只是说能比较认可你,就是你这个课程是有设计过的,就不是说小虎呢,就在那里放在一起,哦,了解的那种,对的,就是你,你还是有学到东西的,这确实是,嗯,每一堂课就一年下来,每一天,每个星期上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有书本啊,有有有有教材的,对,相当于就不是一个人拍脑袋, 随便做的一个有一点点敲几月的daycare,而是一个专门是有专业设计过,老师都是有qualification的,然后是很regulary的规定一定要上课的,那那一般上课的时间是,比如说是是周中还是周末,是周中的白天,还是周中的晚上的一般这个课程的安排。 这个的话,以前有的时候,一般都是周六和,呃,平日的,就是周中的一个下午,他们可能,因为小朋友,就要不就没上学,要不就是上半天嘛,嗯,香港这边一般都是上半天,然后半天的话,家长一般会比较想上,上午半,就小朋友一般上午可能精神状态比较好,那么他们下午就空出来了,然后可能就,嗯,四五点的时候,有可能会开一半这样, 这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嗯,多弄点扑管的原因,因为这些play group 其实他的时间都是很稳定的在平日的下午,或者是周六,然后我们 center,因为我们场地还算比较大吧,然后很大一段时间会空出来,所以就想更好的去利用这些空余的一个时间。对,这个这个也挺挺make sense 的,嗯,那你刚才也提到这个,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这个这个资金的 投入,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时间投入,你现在是 full time 在做这个音乐培训吗,还是你有其他的这些 学业啊,或者其他工作。对,我有工作,有学业,然后,嗯,嗯,还算比较忙,对,因为我最好教一些学生,就是在这几个,几十个学生里面,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学生,因为我自己还是很想,虽然说不是教很多,可能就不到20个,就是大概10个多一点点,但是我还是想,就是 保持我自己有教的一个状态,就不想去做一个投资者,因为毕竟这是,真的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我不想因为说,我就做这个这个 center 而去失去这样一份东西。然后时间方面大概是,我工作还算比较轻松吧,而且我们比较 flexible 。就有时候我就 work from home 了。然后大概就,嗯, 嗯,九到六,或者,如果早,有时候早一点的话,可能八到五这样。然后有时候我会有时候,有时候要上课的话,我可能就请个假,因为今天假太多了。然后,嗯,然后,嗯,学习的话,现在是,我在,嗯,中文大学读音乐硕士嘛,然后,嗯,我这个学习上的课比较少, 因为我预料到我自己的状态,可能少一点时间过渡一下,所以我这次学习只上了两门课,但是,啊,上了一个非常难的,呃, practical 的课,在选指挥。 然后,好,那门课上的我,这样的,精力脚脆,然后我没有想过,想写了这么难的课,然后,嗯,我已经避免了选一些,可能室内乐这种,就要很,长时间练习的课,但是还是,学习上还是,嗯,两堂课的话,时间是周四周五的,六点到,可能九点多时间这样,然后,晚上,对,晚上,嗯,然后,肯定还要复习嘛,还要准备,课上的内容, 然后,啊,也要,嗯,自己,还有再学琴,嗯,因为,啊,这学期是避免了上乐器的课,但是下乐器是逃不掉的,所以,还是得上,所以我是想,嗯,这学期可能,啊,还是要坚持努力的去,继续好好学我的小课琴和竖琴,然后,嗯,然后不然的话,有一些课是一定要 audition 的,然后,嗯,就是你要在第一堂课,你先表演一段曲子, 然后老师去决定收不收你,但是老师不收你的话,你这门客又进不去,然后你闭不了夜,所以,嗯,所以就是你要好好练习,就是你在上课之前,你就得好好去准备说,嗯,第一堂课的时候,你要去表演一个东西,然后老师要收你,你不收你的话,你就完蛋了,你闭不了夜,要延闭了,对,对,那还挺,这还挺有挑战性的,对,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就是,啊,所以我想下雨怎么办,然后,时间大概就这样子吧,然后,周末一般都会在这边,然后,嗯, 嗯,周中的话,就看心情,然后,嗯,主要就是,嗯,就是晚上要上课嘛,然后,晚上也要休息,所以,周中的晚上不一定在这边,然后,时候可能有一个学生不可能过来教一下这样子,然后,周中的话,这边主要是,嗯,一些老师在帮我看着了,就是他们自己,开班的时候自己,自己进来吧, 我都密码都直接给他们,然后他们也非常的helpful,就是会帮我做一些人命的事情,啊,帮我帮我收一下信件呀,帮我收一下学费呀,帮我,啊,登记一下呀,帮我就是处理一下一些咨询的事情啊,就是,嗯,就也培养了一批合作上非常合得来的一些老师吧,然后他们都非常的乐意帮忙,哦,所以周中的话,就这边基本上就属于一个, 放手去做的状态,那还挺好的,能有信任的这些这些,无论是是搭档也好呢,还是你的这些这些freelancer的这些老师也好,能够帮到你就就挺好的,对对对对,然后刚才你也提到这些疫情期间,你可能也有把一些的这个课程放在线上去去教学这样子,然后你现在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嗯,在Center 上这一边的基本上都还是线下嘛,就是 face to face的,然后我自己是有在做一些线上的 教育,比如说,呃,我自己有YouTube channel,然后为什么做这个YouTube channel,其实刚开始是因为因为每年都会帮学生做一些比赛,然后今天的比赛因为疫情,所以改到了网上,所以要帮他们拍video,然后我要放到YouTube上,然后就开始做我的YouTube channel,然后就想着说,啊,反正都要做了,那就试一下,搞,就是,这,这,这上一下看下会弄了什么样子, 然后,呃,然后,呃,就是channel上也做一些乐理课啊,然后也做一些采访,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的一个,嗯,美国的同事的女儿,然后,呃,我也在教她钢琴就是宿母这样子,等一下我就会教她,然后,嗯,她的课后我会录一段video就是示范一下,嗯,那一首曲子,啊,让她在家练习的手机,嗯,跟着练这样子,也算是一个她, 学习过程的一个记录吧,过一段时间我也会让她,就录一下她的平时的演奏啊,这样子,然后,嗯,想着看她如果,三,三五年以后,回头看自己,三五年前的样子,在我的YouTube channel上,看自己谈听的样子,估计啊,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除了YouTube channel上,我还有在Udemy上放我的课,然后,嗯,这个其实不是疫情期间开始的,嗯,嗯,嗯, 可能四五年前,就已经开始放我的课在Udemy上,然后,我有月里课啊,有嗯,最近放了一个竖琴课,然后,嗯,就也一直有在卖吧,大概有两百多个学生的,就是买过的课,Udemy是一个这种线上的,就跟那什么Coursera呀,什么这样的,你录好了别人去买这样,然后,OK,就一直放在那里的,然后,嗯,啊,疫情期间有一些学生, 转成数目了吧,就是因为毕竟过来不方便,这样,然后,但是那些有一些在本地的,就后来又转回来了,就是因为,疫情越来越好了,对,对,就变成,因为其实,乐器课,它转成线上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肯钢琴,还算稍微好一点点,能解释清楚,啊,像弦乐这种,真的,啊,我觉得自己觉得还是,啊,就是很心理焦脆,去解释说,这些东西怎么弄,其实,真的没有, 我说,啊,面对面直接告诉你会容易一些,对,这个课其实还是有难度的,然后,嗯,包括说,我的学生有一些在用VIP陪练,啊,就是,啊,老师也是通过镜头这样子去看学生,练习乐器,然后,嗯,也是要看老师,啊,有一些老师可能,其实抓了有一些东西,不是特别准,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嗯,比较习惯这种教学模式,所以还是有,能够帮助学生好好练琴这样,就,嗯,对,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然后之前在疫情期间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芭蕾课也转成线上了,就大概在家里,拿个凳子,然后老师住这样,但是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对,对,之前有很多很很有创造性的这些远程上,可是今天我还听到我的同事,有些他们也是在远程上,像优格,啊,这种的也是,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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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也是比较短一段时间了,就是就算过渡一下,不然大家在家也比较无聊,是,是,是,那你就做了也有三年,四年,五年了,那这个这个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心得体验吗?就是你感觉做的特别正确的决定,或者说,呃,当时可能可能并没有想到一些呃,做的不太好,又想要改进的地方呢? 我觉得,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是之前说,呃,其实我本来是想先读书,然后再就开这个音乐中心嘛,呃,当时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呃,2017年是三年多以前的时候,呃,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其实这里的装修不是我弄的,就是他自己想做这样一个东西,他有三个partner,然后,嗯,他们想做这里这样的, 然后装修完了之后呢,呃,就三个partner就合不来,就是,有点就是可能经营理念上面有一些,就是出入,然后,嗯,都还没有开始营业吧,也不算开始营业吧,可能是营业过两次,然后,嗯,就有点闹崩了,然后就想,就不想做了,就是,也开始都不想开始了,然后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个朋友我认识,就, 朋友的朋友,是其中的一个partner,这样,然后,呃,就知道我是,呃,就做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有在自己教一些学生,然后也一直有在,呃,乐团里面拉琴这样子,然后也一直有学琴,然后,所以认识一些这一方面的朋友,然后,嗯,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想接, 接,这个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开始的东西,接盘,就是已经装修好了,但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开始,然后你没有兴趣吧,反正已经弄得挺好看的了,然后地方也弄好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其实当时是有一点犹豫的,因为我知道说自己还没有ready, 因为我的背景不是学音乐的,然后,嗯,当时还有一些,呃,正想考,就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学钢琴是,学钢琴小琴都是没有考级的,就自己一直学,就也没有想考这件事情,就一直学,所以很,从大四开始,我就不断地在考这边的英皇的级嘛,就想,嗯, 嗯,就是,因为想要这边做,你还是要考考英皇的级,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所以当时,在我原定的计划里面,还没有做完我想做的事情,就有一点打断我的计划的那种感觉,嗯,因为我本来是想,嗯,这个书本来是应该两年前读的,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毕业了,对,但是,因为这种,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然后,当时还决定了说,还是,只是, 读一把,接受这个机会,对,就拼一把,然后,就当时就,就做了接盘侠,然后,然后,也不算很接盘,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就真的是从,和自己做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别人帮你把,最前面最操心,需要装修,那些正好是我不懂的,啊,地方给弄好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吧,我觉得,因为,啊,以我当时的能力,可能你让我去操心,去租一个地方, 找一个,一点不错的地方,然后再装修,再什么,可能我也没有这个精力,使时间去折腾,啊,这也算是一个,机遇吧,然后我就开始做了,然后,啊,也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也是一个事情,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因此耽误了一下学习,就音乐的学习,但是,我也觉得这是,值得的吧,就把自己折腾累一点,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吧,所以,心得体会可能就是, 就是说,嗯,就有这种机会的时候,还是得,就有一点勇气去,去接受这个挑战吧,而且,我觉得就是要,嗯,就我自己会,有时候和音乐相关的人士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我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身边的人可能都知道,我是想做这件事情的,就想自己开一个音乐中心, 所以当他们留意到,一些相关的机会和相关的,啊,有可能合作的,那个,机会的话,他们都会推荐给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想做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也很感激,身边做音乐的朋友,就是一直都,非常的愿意帮忙,然后,所以,嗯,啊, 心得体会第二点,可能就是说,当你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就藏着椰子,就要去,就是分享给别人吧,就是,说不定,就什么时候别人就会遇到一个,可能会很感激的一个机会,然后可以告诉你,对,是,你说的这个真的是非常,一个机遇了,就这也不是,就也,像你说的是两方面的吗,一是你自己之前跟很多朋友都已经说过了, 所以他们才能够把,把这个,这个你的朋友,他们,他们这个,像什么,合作,合作不下去了,要把这个地方给转租出去,才会你有这个机会,所以这是一,刚好是两方面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别人的这个,这个东西,对,对,也是很非常的巧合,但是也非常的,也是个机遇,对,那如果说你回到三天前,你还会再,再一次接盘吗,还是说你会想说读完书,再,再开始找场地,这样可以更 at your own pace,就可以,你自己会控制好这个节奏,你会怎么选择 对,其实这确实是有pros and cons,就是,你现在会发现把自己这样的很累,因为,因为说还是想读的,因为这也是一直在计划里面,可能因为,可能不是因为疫情,我可能会明年才读,因为我生这个program其实是very last minute,因为刚刚开始work from home 的时候,还有一个星期就 deadline 就还有一个星期是申请的再来,就可能一月多,二月初 deadline嘛,一般都是master,然后是一月过完年回来,然后不能去公司上班了,然后在家非常的有空,然后所有的课都停了,因为小朋友们都不上课了,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无聊,从来没有试过这么有空,这么无聊,然后就突然想起这件事情,突然想起这件,我本来就一直很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赶紧去把这个program给胜上, 就是非常感动的PS写完了,然后,嗯,然后,嗯,就是读的时候,刚开始没有想说,读书会这么艰难,但是开始读了之后发现还是,嗯,今年同学都是,本科是学音乐的,就是很多人是德国学钢琴的,然后上海音乐学院的,然后,然后就各种,各种,各种, 基础比较好,基础比较好,就,嗯,所以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嗯,我是在我会的东西上,我可能还不比他们差,但是有很多,我可能没有经过很系统的专业的训练,上面会缺乏的东西,我会比他们明显的,就弱一些, 啊,所以,嗯,所以,嗯,这也是,嗯,我可能会比较预料到,嗯,就是,因为,三年前退了这个,所以,现在,比较苦力,就是要,很,很,很辛苦的去,嗯,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嗯, 嗯,我觉得,就算,三年前,嗯,我觉得我还是会take,吧,因为,如果真的要读完书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还有这样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因为,其实,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啊,因为,包括,啊,刚刚说到,有一批合作得很好的partner和老师们,就刚开始也不是合作得这么好,这也是要,需要磨合的,就是,比如说,我的foo time,他也跟了我三年多了,就一开始就跟着我干, 然后,一直到现在,而他也是钢琴老师,也教会,也,帮我干一些emine的事情,就帮我做康慨这样子,然后,嗯,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就吵架,然后接下来把他说哭,然后说哭了他好几次,好多很不好意思,然后觉得他并没有比我小很多,他比我小一岁,对,但是因为我一直以,我一直非常想,以老板的姿态,去跟他做事情,因为,嗯,不能太朋友了,毕竟, 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他还是想法上还是比较,嗯,小一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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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毕竟,毕竟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说自己投入那么多时间去想,他也没有自己投入那么多资金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可能并不会,并不会,不一样,对,是的,是的,他就是想当个工作而已,所以可能很多细节的想的不是很透,一开始的时候,至少是这样子的,对,是,而且他刚时是刚刚开始工作, 因为他之前读书的原因,所以晚了一点,出来工作,所以我是他的,相当于是第一份工作,就除了他的实习以外,所以他在,无人处事上,可能,就我当时已经工作了三年了嘛,所以,我可能稍微比他更,有更多的一些经验, 然后说,就怎么样去接待客人啊,什么的,然后,啊,就,还是对他有一点要求吧,然后,所以,刚开始还是,经历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磨合,然后也有一些老师也是经历了一些时间的磨合,对,对,还是想把这一些磨合的时间,这样的放早一点吧,就是,不然等到你越往后,我觉得,一定是越往后越多事情做的,就是,无论怎么样,就是,所以, 啊,把这个阶段提早一点,也有他的好处了,这也是一个,对,反正就自己累一点点,就其他的就都还好,这样子的,那其他就还好,就自己把自己弄的,有一点太multi spreading,哈哈哈,那挺好的,今天这个分享很很,我也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最后的话,刚才你也提到你这个有线上,也有一些线上教课的这个这个成分,然后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多少是在香港的,但至少如果线上能够教的话,美国也有啊, 然后的国内大陆也有啊,然后欧洲也有,所以你也可以在这里,大概做一个介绍,就是你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教学啊,线上线下的这个这个东西,让大家知道的。 嗯,然后,呃,线上的话,可能只要就是教钢琴和竖琴吧,啊,我之前还收过一个男妹,就在想妹妹跟我学竖琴,就在我的YouTube channel上面收的,然后当时我会把你的关注,对,我会把链接放在链接里面,对。 然后,呃,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有点美的课啦,然后,呃,如果是有,就是,呃,线上的一些合作也可以商量啊,比如说,呃,对一些,呃,分享呀,采访音乐方面的事情啊,就我平时也在有些声乐上有采访,一些音乐的人,这也是我,呃,想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呃,嗯, 还有什么呢,对,主要就是乐器学习的吧,然后,嗯,想交流的话也可以来,对,对,就比如说如果大家也想做这个,这个音乐方面的创业,或者其他方面的这种创业,想想学习一下,也可以跟,跟罗远锦联系,我会把这个他的网址放在下面,那可能今天我们的节目,但是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对类似的话题有兴趣,你可以在你常用的视频 或者podcast app里面订阅这个节目,搜索李丁聊天室就可以找到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在show notes里面也会有李丁聊天室的官方网站,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讨论群,嗯,如果你想跟罗远锦一样跟大家讨论自己最近很感兴趣的话题,官网上也有步骤,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